这点时间 下面让我们有请百年职校的老师同学们 欢迎 这位是百年职校的李老师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和孩子们的职场 李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三二百年职校的全职团队的一名老师 我叫李欣 百年职校2005年是与北京创立的 它是全国首家全免费的公益实业学校 那么建校起 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做的就是精准扶贫 我们所遭受的学生 全部都是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子女 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其实并没有很大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经济独立的普通人 能够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 以及帮助别人 好 没错 大家今天的比赛就是为他们而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暂时做别老师同学们 开始我们运动会的第一个项目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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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项目的比拼地点就在你们身后 来 结束任务卡 单车送餐员 少年们 需从起点骑自行车 将餐品送往百米浮桥的镜头 落水时的骑行长度为其有效成绩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 第一轮 双方会对方选出两名队员比拼 第二轮 两队没出场的三人比拼 第三轮 两队选出一名代表队员比拼 每轮累计骑行正常的队伍获胜 最终 胜者将以自己队伍的名义 追出一百本图书 每队只剩两个人 互相选吗 一对一打是吗 互相选 我们商量一下 现在我跟你说这里边啊 有可能有不会骑自行车 选王俊凯 因为重庆人自行车比较少 对 因为就是山陆 你不骑自行车 就选王俊凯 上来就先把两个 不会骑自行车的选出来 还有谁呢 这事吧 按一个规则走 就是说选沉的 越沉的压力越低 他越那个 就是咱们先分析这个 是轻的人好骑 还是沉的人好骑 我觉得轻的人好 我觉得浩然个儿高 可能他骑这个容易 又又又压抑 你觉得就王俊凯和浩然吗 先这样吧 反正都会 我们好了 我们好了 你们好没好啊 来 少年队选择对方两名队员 第一名杨迪哥 知道有我了 不要说 杨迪甜亮 甜亮吧 要不杨迪跟甜亮 甜亮哥 来 腊肉队选择少年队两名队员 王俊凯 刘浩然 初恋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成团 一支对外 对不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 所以呢 虽然说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但是我们要拿下点 我们少年团的风范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这个话 我非常感动 因为你一直说我们少年团 我就很开心 我其实搂的 我是这么搂的 二 三 二 一 吴热群 吴少年 腊肉 腊肉 实力最后 是厚重的那个厚 我现在总觉得有点问题 这个口号 可以说雄厚 但是我后面想想 最后呢 如果是 输了我们就最 就早就知道我们就最后了 好了 注意 第一局是我跟小凯 是不是 来 我就努力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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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哥 希望我这碗排骨面 不要去喂鱼了 小凯 我走了 再见 加油 亮哥 好 来了 准备 三 二 一 冲吧 锅 锅了 小凯 行不行 好 可以 好像可以 可以 可以 没有 好像 quickly 好像 com 可以 möglic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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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觉得他算得挺准的 刚好在那个摄像机旁边 这个非常有镜头感的玩家 对对对 非常有镜头感的玩家 其实啊 你们要看好这个浪 是吧 对 随着这个浪走 来 现在公布田亮 骑行的层次 27米 哇 我其实对我的距离不太在意 我特别的 懊恼的是我的日准姿势 水花没压好 我本来想压水花呢 好 我们请下一位挑战者 王俊凯 哎呀 加油 加油 哎 我们也不多急 就28米 不是跑过去是吗 小凯就28米 不要吹牛 未必跑都跑不过去 哈哈 跑也不容易 哎 是不是轻的未必好奇啊 我我其实也不晓得 我想象是这样的 小凯 你是第一个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是你得帮我们 我跟你讲 你要是你要是觉得太轻 你说往回转 对对对对 往往前转他就他就利 还是高年创业生团结 他们刚才人在这个时候都没人理 对啊 好好想把他抬一下 兄弟 全部把他抬一下 他就听到台风 不是刚才他已经那一条了 你要挑一下 没有没有 好 这样才挑 对 好 你要是觉得太轻 就往前转 好 来 好 加油 加油 太轻了 太轻了 太轻了不行 好 没事 没事 可以控制 可以 没有 亲的好控制 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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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但我觉得太轻了太轻了 肯定太轻了 那就再那就再多一点 那就再回三个 对回三个 再回三个 我觉得再往轻了 不是好轻 可是因为你看他轻的 他转弯很明昌 他不容易掉下 他不容易掉下 所以要再往回倒一点 往回倒 我觉得他如果是左边是三大掌的话 就调到第二掌就够了 英雄 英雄 你太可以了 不要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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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肠的一个 来 来 人家想告诉我们 不能挑衅 我刚刚就因为挑衅一点 跟不动 一点都跟不动 然后我上去 一个浪子就爬不上去了 爬不上去 速度一慢 然后就特别逛 一定要重一点 稍微再重一点 就一定要最重 一定要最重 不要最重就稍微 就要最重 就要最重 最重的好鞋 王俊凯 骑行了 四十七米 四十七米 四十七 杨迪这一把就决定浩然 需不需要出场 如果没有骑出二十米 我们就输了 就这意思对吧 你必须要骑出二十米 否则他们后面一位 就不用上了 不是输了 哎呀 我压力好大 早知道我刚刚先上 赶紧走啊 浪没浪 这时候没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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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走 可以啊 我走 我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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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左右 再剩下头前面要倒掉才拍得到 还行吧 可以 可以 还可以 杨笛齐形成绩 35米 15米大概在哪 我量好了 我就骑了个16米 一个 骑一个 都过一六 到现在的那个船 那是刚刚他掉下去了 到16米我们提醒 好了 等一下 我们把它调回 好 中档 我觉得中档差不多 加油 加油 就看你了 浩然 没办法 今晚 掉了 掉了 不会 要掉了 赢了 赢了 到头了 我跟讲 浩然要到头了 好 好 好 相仪 这个是全退加速打滑了 英雄 好嘞 英雄 上了 勇士 有少六十五十多 现在公布刘二燃层次55米 第一轮少年队获胜 第二轮就是剩下的三位队员 进行互相比拼